送走红靴子弗兰卡后,卢米安带着路易斯和萨克塔两个手下返回咖啡馆,坐到了布里尼尔男爵平时常坐的那个位置。 威风舞厅的经理勒内一等在那里。 他四十多岁,脸庞消瘦,不知是操劳过度,还是天生如此,浅黄色的发际线竟然像鲁恩人那样后退得厉害。 这位是由萨瓦党老大加德纳。 马丁直接指派的经营者,但他对卢米安的态度还是相当地尊敬,露出讨好的笑容道,夏尔先生,您希望了解一下舞厅的情况吗? 好,卢安米伸手接过了乐内递过来的纳叠报表,认认真真翻看起来。 站在他身后的路易斯和萨克塔,再次有了不认识这位头目的感觉。 他从一个乡下地方来的年轻小子,竟然能看懂那么复杂的财务报表,换作他们两个,只会头晕眼花,想要睡觉。 这是又能打,又有文化啊。 路易斯将目光从纳叠自带超自然效果的报表上收了回来。 乐内趁机做起了介绍,以帮助新来的上司更好地掌握微风舞厅的经营情况,非周末的时候,我们每天收入在1200到1800费尔金之间到了周末,这个数字最高能达到5000费尔金,正常也有4000。 去年的总收入是645425费尔金,37颗配,今年从目前的趋势看,有一定的增长,但不是太多。 这需要养12个打手,4个酒保,6个逝者,3个厨师,6个帮厨,3个杂工,3个洗碗女工,4个清洁工人,1个逝者领班,3个财务人员,3个酒水和食材采购员,1个车夫。 他们平均年薪100费尔金,我们还免提供午餐和晚餐,总计花费5300费尔。 作为经理,我的年薪加年底的分红大概有7000费尔金。 根据我们和红靴子的约定,会为每个舞者提供底薪,每天一费尔金,他们和客人达成交易后,我们会抽取3%,交易一般是在舞厅上面二层的房间里进行,如果要出去,需要提前把费用付给门口的打手或者逝者领班。 葡萄酒,香槟,啤酒,白蓝地,糖酒,苦爱酒等酒精饮料和不同口味的汽水、冰块,各种食材的成本大概是每年12万费尔金。 这栋房屋是我们买下的,不需要再额外支付租金,加上马匹饲养费用、场地维护费用、瓦斯费、自来水费、歌手和乐队的费用等其他开支。 我们年的成本大概是23万费尔金。 剩下的41万费尔金里面,老大会拿走20万费尔金,和警察总局各位警官搞好关系也需要费尔金。 夏先生,您能够自由支配的约有11万费尔金,这包含你个人开销,枪支弹药补充给手下们奖赏,对牺牲者和受伤者的抚恤。 可惜的是,市场区这些人的收入都不是太高,否则我们在酒精饮料上赚的钱会更多。 当然,卢米安也得时不时给手下们奖赏,为可能的冲突预留一笔抚恤金和军火费,只不过他不需要住得太好,也不需要请庸人更没举行宴会的需求四舍五入,他约等于一个部长了。 唯一的问题是,部长们不只有明面上的收入。 而一个苦力年薪大概700费尔金,一个吃住在雇主家的女佣约480费尔金,一个建筑工年薪只有一千。 那,些技术工人每年也才挣2500费尔金,一个高级工程师的收入则是每年1万到2万费尔金之间。 果然,赚钱的快捷方式都写在了罚典里。 难怪布里涅尔舍不得这个舞厅,卢米安想起了姐姐说过的一句话,只要他省着点花,且较为爱护手下,不让他们冲锋陷阵,每年剩下来的钱足够买序列6的魔药配方指相应的材料。 等到乐内说完,卢米安点头问道,为时给舞女们底薪,他不是舍不得,只是好奇,我们萨瓦党的舞女都归红靴子管,他要求我们必须支付底薪,且不能强迫那些舞女接活,他们愿意少赚就少赚,愿意饿死就饿死。 乐内解释道,除了红靴子手下的舞女,还有被借贷生意那边的人控制的女郎,这些以前都是布里涅尔男爵馆,没什么冲突,现在该怎么协调? 卢米安脑海内闪过了一个又一个念头,最后竟觉得红靴子弗兰卡和姐姐奥洛尔在某些方面有点像,这是因为他们同属于那个银组织。 但要是换成奥罗尔,他肯定不会这么处理,他会组织那些舞女反抗,他会尝试建立地下学校教导他们知识,给他们寻心的出路,如果是我呢,我会怎么做? 沉思片刻,卢米安抬起脑袋,对乐内和路易斯等人道,暂时先这样,不做任何变化。 乐内这段时间,你帮我和警官们打交道,等我熟悉了现在的位置,再和他们好好聊一聊。 更改好两个机械保险柜的密码,并按照之前的规矩将其中一个告诉经理乐内后,卢米安在午餐前返回了金基旅馆,他直接上楼敲响了查理的房门。 查理刚就这袋啤酒,啃了一根长棍面包,就看到夏尔出现在门口,他欣喜地问道,你这两天去了哪?都没到酒吧喝酒。 卢米安不打反问道,有一个工作的机会,你要不要考虑? 卢米安笑着说道,去威风舞厅做事者怎么样? 不用加入萨瓦党,每个月应该有70费尔金,小费归你,但你应该也知道,市场区这些人根本不会给小费,除非你变成女的,愿意和他们上床。 嗯,也有一些女的客人会找事者做那种事情,你在这方面是有经验的,不需要我多说。 威风舞厅 查理睁大了眼睛你已经得到不理念男爵的信任了。 都可以安排人到威风舞厅当事者,还不需加入萨瓦党。 卢米安笑了不需要不理念男爵同意,威风舞厅现在是我的。 啊,查理怀疑起自己的听觉。 卢米安微笑解释道,我干掉了铁锤艾特,萨瓦党的老大把威风舞厅交给了我。 这样啊,查理先是恍然大悟,旋即惊恶脱口,你把铁锤艾特也杀了。 卢米安点了点头,这件事情不要告诉别人,我怕警察找麻烦。 查理一时说不出话来,隔了几秒,他兜兜囊囊道,独自帮那些家伙是不是该去附近的教堂祷告一下,看能不能转运。 自从你来了市场区,他们的头目就一个接一个死掉,我都不敢想象他们现在是什么样的心情。 好主意,卢米安赞了一句。 独自帮头目真敢去永恒列阳或者争气与机械之神的教堂祈祷,那这个黑帮就不复存在了。 当然,路易斯,龙德再次拜访前,卢米安并不希望他们做这种蠢事。 查理想了一会儿道,好,我下午就去威风舞厅,应该找谁。 哈哈,我很少去舞厅,因为没有钱,现在可以天都去了。 找经理乐内,就说你是金鸡旅馆的租客。 卢米安简单回了一句,目光一向的侧面,那里有两个清洁女工在做打扫,其中一个初看有五十岁出头,但仔细观察却会认为只有四十多岁。 她原本是亚麻色的头发,但戴了一顶明亮的金色假发,涂着眼影和脂粉,这遮盖住了她细细的皱纹,但无法改变她的憔悴。 这是,卢米安询问查理,查理嘖嘖解释,你还不知道,我们吝啬的房东先生改变了自己的性格,不再每周只请人打扫一次,选择雇佣两个清洁女工每天工作一上午。 你说说,你说说,这是不是非常大的奇迹,只比我那次可以转运差一点。 刚看完微风舞厅财务报表的卢米安,脑海内瞬间闪过了一名清洁女工的薪水,每月七十到八十费尔金。 但那是从上午忙到晚上,这种只工作半天的顶多四十五费尔金,两个只做半天清洁女工,一个月不会超过一百费尔金。 每周固定请人做一次大扫除,是每次十八费尔金,而艾富先生答应过我,增加到一周两次,也就是说一个月得一百五十费尔金的样子,这哪里是不吝啬了。 这是精打细算。 卢米安吃笑了一声,他怀疑,要不是一个清洁女工,只用半天的时间根本完成不了整个旅馆的清理,没人会接这样的工作,艾富先生肯定不会雇佣两个。 是吗?查理抓了下自己的头发,他的计算能力完全跟不上卢米安话语。 等那两名清洁女工转入没有租客的房间,派起那里的臭虫,卢米安用下巴指了指那个方向,为什么有个戴假发画眼影的? 哪有清洁女工是这个样子?查理压着嗓音道,我问过了,她叫艾洛蒂,她说她以前是个戏剧演员, 习惯性这么打扮自己,现在也这样。 没人知她倒说的是不是真的,我在白天鹅酒店当侍者的时候,听那些帮厨说过,很多妓女年纪大了,被人嫌弃后,只能干洗碗女工,清洁女工这种活迹。 卢米安回想了下艾洛蒂的长相,感觉她年轻的时候应该还不错,至于她以前是戏剧演员,还是战节女郎,和清洁女工这个身份没有任何关系。 告别了查理,卢米安到一楼餐厅随便吃点东西,然后乘坐公共马车前往嘉林印大道去,她要去告诉K先生,你给任务完成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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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变